迪迦 这里有个怪兽 你快点去消灭它 是什么怪兽 在哪里 你看 在这呢 迪迦奥特曼 我不是怪兽 我是杰德奥特曼的好朋友 杰德的好朋友 你有办法证明你是杰德奥特曼的朋友吗 你可以把杰德奥特曼叫过来证明啊 我和杰德闹翻了 才离家出走的 现在他肯定不肯来见我了 我们可以让安安哥哥用奥特曼召唤呱呱乐 把杰德奥特曼召唤出来啊 真的可以吗 安安哥哥 你可以用奥特曼呱呱乐召唤出杰德奥特曼吗 如果刮出来的是怪兽就麻烦咯 没事的 我们现在有迪迦和泽塔奥特曼在 再也不用害怕怪兽了 那我用我的奥特之水来刮 3 2 1 这次我们就刮3号吧 开刮 惨了 是怪兽 这是什么怪兽呢 是雷德王 单听这名字就能知道他很厉害了 你快点把我做出来 雷德王 我就不做你出来 刮刮了刮出来的人物必须做出来 否则你将无法刮出下一个涂层 啊 怎么办 我们只能先把它做出来了 取白色 黄色和黑色黏土混合成灰色 给这个怪兽雷德王做一个身体 再取浅灰色黏土做一件皮毛给雷德王穿上 雷德王是奥特曼里面的常客 他体型庞大 四肢发达 四肢发达的下一句是什么 安安哥哥就不想说出来了 他的全身皮肤都长满了这种黄色隆起的鳞片 密密麻麻的 看起来就像玉米棒子 他最喜欢的武器就是路边的石头 他看到路边的石头都会捡起来作为武器 但是他几乎每次都砸在了自己的脚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他身上诠释的再完美不过了 雷德王的尾巴强而有力 他经常用尾巴攻击别人 现在把他的两只手做好 你们知道安安哥哥现在做的雷德王是哪一代的吗 他和哪个奥特曼战斗过呢 这个雷德王性格暴躁 智商堪忧 看起来傻憨憨的 但是他在奥特曼里面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出场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还出现过很多名场面呢 所以我们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玉米棒子做好了 哦不 他叫雷德王 雷德王做好了 安安哥哥 救我 雷德王 你不要提出赛玩家他们 不然我要你尝尝奥特军的厉害 这雷德王也太搞笑了吧 玉米棒子 阿弥德王 谢谢anned 这个刊団uto